現在美國會分裂 可能仍然是衛視角上早 但美國政黨之間的互相鬥爭就越來越激烈化 而這個鬥爭會使美國的上層管治國家方面 分散了精神和注意力 對國家絕對不是好事 而過去歷史告訴我們 很多帝國本身的跨台都是因為內部問題 當然有部份是受外來影響 但大部份都是自己本身內部出現問題 故事就是明年未來的美國總統選舉 很有看頭 到底他們兩黨之間會差點 這裏他們有一個政客 叫做Majori Taylor Screamy 這位姐姐的樣子就是這樣 他正在建議一些州 Red State和Blue State 共和黨的州和民主黨的州分裂出來 Ceding from Union 即是說我不再參加United States 美國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即是美國合眾國 United States是很多個州合埋的 現在Ceding說我離開合眾 我自己獨立 這個已經不是現在的社 這個是在二月份 他們的上議院 參議院那邊 這一位姐姐 已經說要做一個National Divorce 要離婚 全國離婚 紅和藍的州要分開 這件事已經推了很久 我已經在二月份開始到現在 現在已經是九月多 其中包括什麼呢 就是因為邊界問題 我們知道在美國的北部邊界就是加拿大 這邊的邊界相對安全 因為加拿大都算是一個已發展國家 但它在南邊邊界就是墨西哥 墨西哥那邊是發展中國家 因此有不少人通過墨西哥 包括在南美各地的人 通過墨西哥 走進去美國成為非法移民 那些非法移民的湧入 對於在邊界那些共和黨的州份來說 就覺得非常大騷擾 就不停會將這些非法移民 截到之後送過去民主黨的地區 我們已經見過了 去年聖誕節 在非常寒冷的夜晚 就將一些非法移民 就找巴士車去冰天雪地的地方 趕著我們留巴士等等 這些我們已經見過了 因此又說 如果你搞不好的事情的話 我們是跟你分開了 我不再是美國的一部份 令我自己組織 如果一旦自己組織了 肯定一件事是 它自己可以控制邊界 我加強邊界的控制 不讓移民進來 但是也不可以再把移民 運到其他地方 所以美國到底會不會內部分裂 看樣子 現在有人這樣提議 做不做得到 現在還有一大段時間 這件事為時尚早 但是我覺得這個趨勢慢慢來 當國內的其他壓力繼續上升 我們今天已經說過 他們的貧窮率 在2022年的資料剛剛出來 就比在2021年上升了相當多 但是他們自己就說 沒有什麼大分別 原因就是 因為之前兩年 2020年和2021年 是有特別津貼來自疫情 所以那兩年跌下去 但是2022年已經發展上來了 追回到2019年的情況 這個問題 貧窮懸殊 繼續加劇 而民間 盜竊之類 也非常嚴重 稍後我給大家放一條影片 給大家看 大家會看到 那些人偷東西 你捉他又不行 你不捉他又怎樣 這個不是發生在美國 發生在英國 我跟大家分享這個 但是無論如何 在美國這邊 情況其實是相當相當惡劣 會否分裂成為多個國家仔 散了 或者發生內戰 上次共和黨想離開 因為奴隸問題 引致美國內戰 今次會否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